开心领取奖状 台湾自来水公司日前举办的 青山绿水世界户外写身比赛 让小朋友前往有90年历史的 关山净水场参观 并且画下净水场美丽的景色 现在写身比赛的成绩出炉 自来水公司也特别在3月12号 举办颁奖典礼 让学生和家长一起来分享 这份得奖的喜悦 很感谢各位来参加我们 这一次台水40周年 户外写身的活动 也恭喜各位小朋友得奖 各位小朋友画得都很漂亮 希望下一次我们有机会 再办比赛的话 各位也能够再来参加 晚上7点半20台 20台你们再看一下 你们会上电视 那你觉得这一次这个写身比赛办得怎么样 办得很不错 是那个小学生很值得去参加的画图比赛 我觉得我自己还要再加强 因为我以前画图都要很久才能画完一张图 但我希望下一次比赛我可以一下子就能画出漂亮的图 觉得自己这次画得怎么样 一场户外写身比赛 不仅让小朋友有个难忘的写身经验 美丽的画作更成为观山进水场永恒的缩影 东台新闻范耀玲采访报道